你直接告我伤害好了 你就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告你伤害干嘛 因为你不欺我啦 费毛腿出脚猛踹 救护人员肚子被郑重红心 痛到快起不了身 上秒才说对方没伤人 下秒惨被伤 而伤人的竟是要被救的人 那你要去实际还是更新 如果需要我们众议医院的话 嗯 嗯 护包有罪汗露道 救护人员耐心询问安抚 想到妙费袭击 17号凌晨 这名61岁无姓男子 最导的新店中正路 警方第一次到场 他朋友说不用协助 想不到过了一小时 又叫救护车 人员到场上前关心 禁餐遭罪汗 出脚攻击 警察压制之后 就将患者送到另外一家医院 然后我的同事 也送到了新店的直击医院 留关之后 因为互部挫伤 而目前你要在做 很整的追踪 救护同仁验伤后 到警局提出妨害公务及伤害告诉 但消防出勤实在多灾多难 泰山这部救护车 十万火急 只要前往货灾现场救援 不但路口已经减速停等 还哦一哦一狂想不停 但偏偏有人 就是耳朵没打开 下面要碰一声 一部机车直接插进救护车里 看起来的确没打碍 车头插进救护车 其实还能下来跳啊跳 跳到连救护人员都一秒傻眼 但相隔一个礼拜 泰山又有救护车 惨被救护车猛撞 保险感当场跟车头说拜拜 消防救派民众多点留心 别再让救护出勤 反备救护 记者中程良洪玉兰 是不是是报的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